台中慈激醫院醫護同仁一大早 在院長檢守性的帶領下 大家忙著寫信 醫療志工三月初 因為疫情關係暫停到院服務 習以為常的存在突然消失 大家決定親筆送上思念 最近走在醫院的各個角落 總覺得怪怪的 不習慣的是 寂寞所望都看不到那一張張熟悉 陳志的臉龐 那一個個牽著病患走過急診 走過檢查室 更走過人生困頓的志工腳印 希望師兄師姐看到這樣的一個 意外的驚喜的時候 更能感受得到我們同仁那一份 在每一個細節中 希望傳遞出來的那份的情感 知道院長說有這個活動 然後大家就是很歡喜心 然後一起來共同製作 親手寫上收件人地址是誠意的表現 送上祈福養生茶 是對志工健康的期盼 這時候感受到師姐他們 師兄師姐他們平常在洗身室的幫忙 真的是 我想他們 我們都一身汗他們 更是我想 非常 真的非常感恩他們 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我們學習的典範 尤其他們的付出 那些也讓我們醫師 也學到一些比較溫暖溫馨 大家一心其望 疫情儘快平息 能夠再度見到最思念的 醫療志工們 大家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他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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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